不舍我们感谢祢在我们生命所做的 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很珍贵的 祢在我们心中所开始的上功 祢会完成 祢不会给我们梦是不会成就的 祢不会指示我们意向而不带领我们得着 祢说祢会倾倒祢的圣灵 再一次搅冠 让圣灵搅冠在教会 搅冠在每一个人身上 我们要捕捉到新的梦 为着马来西亚 祢说祢会倾倒祢的灵在每个人身上 每个人身上 凡有血气的不只在教会身上 甚至教会以外的 祢会倾倒祢的灵在祢的儿子 而你身上 少年人要看到异象 连老的要得一梦 这异象要成为过去 这梦也要成为过去 因为祢圣灵在我们国家运行 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 祢在城市所开始的 在那天星期六所完成的 将越来越强烈 继续使这些人的心得着自由 新一代的人兴取 不再害怕的一代 奉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新一代的人兴取 那些人来抵挡腐败的 那些要靠公义得胜的 主要让人灵大大的阴行 在万国圣殿 让万国圣殿成为这个力量 让祂成就 激励我们的心 激励我们的灵 举起手开始祷告 开口激动你的灵 来祷告 祈求神在你心中来掌管 这梦想不只是为我们 而是为着每一个马来西亚的人 每一个马来西亚人 每一个真正的马来西亚人 让他们兴起来 我对北来说 我对南部来说 兴起来奉耶稣的名 让圣灵大能倾倒在他们身上 让新的激励来到我们国家 少年人年长的都要兴起来 不再有代购 不再有分别 圣灵大力 我们跟上一层 圣灵倾倒在我们身上 那些来的人倾倒在我们身上 那些有听到信息的人 奉耶稣的名 我们宣告平安 我们宣告力量 我们宣告胖望 对着我们的国家宣告 神的灵要兴起来 主啊 让祢的灵倾倒在外国圣殿 倾倒在麻坡城市 在我们的会友身上 奉耶稣的名 每一个人靠圣的力量兴起来 祢的灵要兴起来 来倾倒在我们的国家 在我们的城市 麻坡将不再一样 祢来激动我们的灵 各种民族 使他们进入你的家 你说我们的国家会 是万国的教会 不只是给华人 不只是给印度人 或者印尼人 或菲律宾人 还有西克人 那些听你声音的 凡是神的而你的 为着这里成分别为圣的人 让他们得自由 我奉耶稣的名书 那些要面临死亡的 领你没有盼望的 让他们听到你的声音 万国圣殿成为万国的圣殿 我们宣告 在这里的人 那日本人 那华人 那你呼召他们来 你让他们听到你的声音 从南北 东西 那些呼求主的名 让他们成为这梦想的一部分 让他们起来 分散的人要聚在一起 奉耶稣的名 给他赞美 感谢 如果你听魔鬼所说的话 你会失去一切的信心 就是你听那些媒体所说的 他们不是偏向一边 是另一边 可是神还在宝座上 神在嘲笑他的敌人 如果你相信有盼望 就有盼望 你的信心要继续在这盼望上 如果你相信你所看见的 就会被欺骗 因为那个女人看到果子 她看到分别善恶的果子 她就看到它就以为有 可是神已经说了 如果你吃这果子 你就会死 不是你所想的 不要吃这果子 要吃生命树的果子 生命的树是在主耶稣里 耶稣所说的话语 耶稣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要领受这些话 好让这梦想能够保护我们的孩子们 在周遭所发生的事 那个31日的聚会是高峰 就好像那个一夜界 死亡已经过去 不能够触摸神家中的人 祂不能毁掉我们的生命 我们不需要在埃及的制度里面 我们是属于神所做的一部分 问题是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耳朵 继续看着世界所发生的 我关心的是天上发生什么 不管我们几多个首相 过去的 我们的食物不是来自他们 我们的粮食不是来自他们 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牧者 主是我们的好牧者 我们是等待世界给我们 所以我们的指着神 是天地属于的 我们从祂得着 我们一切的 我们伸手向索登的王 我们拒绝接受他们的 可是我们像我们的天上的神 我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祂应许给我们的会领到我们 领到我们的侄子孙孙 所以我们心中不应该有惧怕 也不应该有困杂 因为在天上的 也要在地上 神的政权增加 和祂的平安增加 不会仔细 但神继续要掌管你的思维 和你的心 神从天上所说的话 将在你灵里 玛利亚说 让祂成就在我身上 所以今天要刚讲 玛利亚说 让祂成就在我身上 依照你的话 所以神的话在我们生命中知道 神的话在我们生命中可以创造 哪里没有的会发生 没有的婴孩可以有 可以超过自然界的 我相信 我相信 这两个月还没有过去之前 我们在国际学校所需要 我们要得着 大家 要相信 心中要相信 所以你要 事情发生你要迫切的 你心中要有热忱 你要明白这一点 这个种子不能够得着 若是你是随便的 所以你要得着 你要强力的去得着 所以玛利亚说 让祂成就在我身上 依照你的话 本来没有的变成形 超越自然界的一切 若是我们要等马来西亚 靠自然来改变的话 是直到老 这改变不会来到 因为这制度是很腐败的 住在这个制度里面的人 也是很腐败的 那些藏进去这制度里面 也一样被腐败 你不可能踏那个泥而不肮脏 可是神在我们这一边 要在我们心中成就 在灵里成就的 在我们心中也成就 所以你要明白 今天早上我要跟你分享的 你不可以让别的东西 来超越神 若你把神放走位 不要剁取这地位 看着我 若你把至高的位置给神 那么不要因为惊怕 让自己取代神的位置 不要自己来做主 让神来做主 因为你的害怕 你会使很多不必要的事发生 听起来很奇怪 有些情况是很奇怪 有些看起来很疯狂 因为害怕可以使到你 焦灵 那你紧张就做那些很疑蠢的事 因为疑蠢的人以为没有神 神是我们生命的主 神是我们生命的主 让神的话对我们心说 不要跟随世界的模式 不要以为自然的东西会改变 若没有改变的话 我们要改变 我们不让世界来影响我们 所以两个人能够同行 我们会让神的生命来保存 我们会被保存 埃及会有灾难 可是不会动到我们 你相信吗 不只是圣经的故事 是神的故事 是我们的故事 你没有听到 不要让你的生命被拆毁 你以为他们会改变 就是他们不改变 就是没有事情发生 在我们生命有事发生 就是这样发生 在以色列国家 神拆遣他的儿子 以色列人拒绝他 可是他还是完成他的事 所以信起来 另一群 神可以使势头 成为他的儿女 此无便有成为他的教会 有事情明天会发生 可能又有近150个人 来我们教会 你不晓得什么事会发生 你不晓得什么事会发生 人们会被提醒 圣灵会在我们这边 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一切的事都可能发生 你要活在这种境界里 当你得着 你所受孕的就会改变时间 所以耶稣诞生后 不再是公元前 才会公元后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只有一个人可以改变时间 当他诞生的时候 一切的时间改变 所以你生命所拥戴的是大有能力的 你心中所拥戴的是大有能力的 不要看你自己是谁 你要看你里面有拥戴的是什么 当这婴孩诞生 金王要改变 三个博士从东方来 那么巴利恒的星星停在天上 听到吗 在他诞生的之上 我告诉你今天有新的事 我要给你一个主要的钥匙 就是你心中的态度 还有你生命的态度 让你用灵来拥抱着 你就可以稳定你的前程 所以我要给你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你把你生命所拥有的 放在这个态度上 让你这样不再一样 请坐 我相信你带着刚强的灵来 早上有吃早餐吗 好像我们要给会有吃早餐才有力量 委员会观照这件事 我们要给他们喝咖啡 还是吃一点点心 看了才有力气 一杯好吗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在各方面成长 在我们生命的各方面成长 与伯所书第四章 与伯所书第四章 14节到16节 找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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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一个奇怪的方法 在我面前消失 他很有技术的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 随从各样的异端 看起来好像马来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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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不中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他告诉我们呢 看到魔鬼撒旦的欺骗 还有人的作为 可是神不要我们再做小孩子 因为小孩子很容易被摇动 各种的事摇动 各种的风摇动 因为人的诡计和欺骗 因为欺骗的法术 还有那些诡计 人们越来越不接近 业业的误会 我们所相信的都在改变 甚至都很难要信任银行 不能够再信任政府 也不能够相信我们上面的 我们下线的人 我们不知道要相信谁 所以每一天呢 这些信用的越来越减少 所以那些政治人物讲的话呢 我们不能相信 他们讲不要做的 明天就去做 只有那些有神恩典的人 才能够有盼望 我告诉你 就是你基督徒呢 你参加神的来改变 因为那些人呢 都还没有一倍好 你不能进到那个政治人物的办公室 你生命要有着神的声量和见证 你要让圣灵充满你 不是一半的 或者50%的基督徒 你要像丹尼里一样 你的窗总是向着神的殿开着 你要像尼西米 你可以面对面对君王说话 听到吗 那些神信起来的改变世界的人 他们是不是坐在那个国会里面 他们都是在君王旁边 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属灵地位 我们还没有到达那地位的时候 可是有重要的东西要我们记得 唯用爱心所诚实话 凡事长进 连与元首基督 我们要各方面的长进 不是一方面而已 你要懂得一切 一切你需要知道的能够帮到你 你要知道世界怎样的操作 你不被他吞斥 因为有时候基督徒看起来很无知 人家寄什么信来讲 要给你一百万你就相信 不然间电邮给你一封信 有人死了要留一场给你 他们不然记得你的名 在他们临死前提到你的名 那么又还问他 你怎样得着我的名 好像是神对他们说 所以你收到这种信 那么你要这笔钱传给你 你要把你一切银行的资料给他 那你说你在祷告神在财务上祝福你 现在二人的财富要领到你 那么三个月后呢 你的银行户口钱全部被盗取了 那你讲人们骗了你 是你自欺 没有人能够欺骗你除非你自欺 你怎样自欺呢 因为是你心中的贪心使你跌倒 谁会给你这种的见证 神要给你呢 祂不会这样神秘的 祂懂得怎样给你 祂要面对面告诉你 这是人的欺骗 人的诡计 他们讲一切好听的话 直到得着你的钱 就好像有一些我们买的保单 这个可以 可以可以 有事可以可以 这个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可是当你要去得这钱的时候 看起来很难耶 可是我会尝试 我去问我朋友 如果你拿人的钱 你最好要负责任 最好不要做这工 而去欺骗神的子民 那你做的要诚实的做 我不是讲人们不诚实 所以我要告诉你 要保护自己 远离一切的诡计 你只跟随那些你认识的 听到吗 所以我们要在各方面成长 十六节 全身都靠着他联络得合适 百戒各安各自 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我要给你一句重要的话 这话呢 要成为你心中的态度 那以这种的态度来 诚实的活着 使你成为刚强的人 成为更好的人 能够在未来让神使用的器皿 若没有这种态度 你不能够成为最好的 你备好了吗 这里呢就像做伟生 伟生 虔诚 虔诚 虔诚是一个态度 就是一次一次的呢 伟生 你感觉软弱的时候 你还是回去 让你感觉你不够虔诚 你又再回去 再一次的告诉自己 在同一件事上 可以追求你的目的到底 这种态度呢 使我们又回去神的目的 再一次的进入 是里面一种的推动力 我要更加的虔诚 你觉得不够虔诚的 你要更虔诚 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二章 他们呢忠心与神的 使徒的教导 所以他们持续地 忠心与神的教导 他们呢横行地 遵守使徒的教训 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界 拜柄 祈祷 横行地继续遵守 一致地操作 操念 朝着同个目标 操念 他们不会呢 抛弃他们的责任 是一种的推动力 是一种的心态 你可以软络一下子 又再回去 继续地在这路程上 所以虔诚的 会使我们 不怕劳累地继续 你不会放弃 听到吗 听到吗 有些人什么事 都不虔诚 对他们生命很舒服 他们所做的东西 都没有持续性 今天被激励了 去做一些 那么就停顿下来 几个月后 他们又尝试新的 可是那些虔诚的 他们要去持续 继续前进 持续地 继续地前进 他们不放弃 因为他们有这种的态度 他们有这种的心态 他们的意志力强 一直持续地去做 直到他产生成绩 这种要事是你必须要拥有的 有些人不持续在他被吩咐的事上 他们一直改变 以为更多事会发生 如果你要赢 在打篮球方面 要一直地练习练习 因为越熟念的就越好 可是这熟念怎样来呢 若你不恒心的话 若你没有把更多时间在练习 你不要花时间 不努力的话 就是你没有这种心态 能够恒心 所以在新独教的时候 没有人告诉我拜一拜五 就会进食 那么星期二星期五我会上庙去 没有人需要跟进我 那么基督徒得救了 还要跟进 还要一直叫他来教会 今天牧师要讲一些事 我们有孩子给节目 要打电话给他们 可是成为信徒教徒 没有人需要叫我 祭司也没有叫我 我自己去 因为那个推动是在里面 可是空虚的宗教 我可以这样虔诚 那么跟神真正的关系呢 应该要超过这虔诚 从你开始 不要讲更高的 若你不虔诚的话 那一方面不会有成绩 预备了吗 今天早上 给你简单的 使你能够生命干强 是生命简单的事 所以我们知道红灯就要停 清灯我们才可以走 这简单的事 不管你是驾哪一种车 不管你几富有 你就要让这些原则控制 所以这态度很重要 第一 你要对神的虔诚 就是持续地寻求神 持续地寻求祂 你要跟父神有联系 你要更认识祂 你要侍奉祂 你要花时间 来寻求神的你 你花足够的时间 跟神交通 你拨出时间 找出时间 可以你跟神的关系会更好 使祂能够改变你的生命 你对神虔诚 对神虔诚 对神虔诚 这是第一个态度 完全地摆上给神 你感觉疏远神 你要再一次地跟神联系 再一次地把自己献给神 每一次讲我爱你妈妈 就是你承认了你再跟她和好 我爱你主耶稣 我把生命献给你 这是好的基督徒会做的 有时候呢 我们让世界的东西取代神 这样的忙碌 没有时间祷告 没有时间读圣经 那么你跟神讲 对不起又回到神面前 所以你对神的虔诚没有减少 你的思想在想着神 你要前进 虽然你在驾着车 你在做工 听到吗 在你所做的事上 你还是要跟神有联系 所以我们敬拜 把神的宝座带下来 让神的宝座 临到你身上 这是最大的荣幸 神给了你圣灵 祂可以教导你 怎样吸引神 更亲近你 当你对神更虔诚 神和我们呢 居住在一起 所以在神的面前 你站在神所站的地方 你没有听到 你站在神所站的地方 你听神说话 那你就说神所说的话 你就在神的营币下 哪个时候你觉得疏远神 你要再回去神 哪一个时刻你感受不到 神的同在 要再亲近神 花五分钟 进去房间 再次跟神有联系 不要等到下一个礼拜 不要等到下一个礼拜 不要等到问题来到 任何时刻你感受神不靠近你 神啊我在你面前蒙恩的话 让你的同在与我在一起 我再回向你 你知道吗 神亲近你 你知道什么时候 神亲近你吗 我现在要叫我人的名了 我认识我羊的名 不要浪费时间 如果你没有回应神的话 你是浪费时间 哪一个时刻你感觉神不靠近你 那么关闭世界的门 关闭世界的门 进到房间里面跟神联系 如果神帮助你 没有人能抵挡你 如果你站在神的同在里 那个是具有能力的地方 有些人很宗教派 只要有属灵生命就够了 你会感觉 什么时候你疏远神 然后你回到家中 你孩子跑向你 如果明天你回来 没有人跑向你 你知道有一些不对劲 因为作为父母你知道 因为这是孩子的习惯 为什么不然再改变 你不会讲啊 他今天情绪不好 不是情绪关系 有一些东西关闭了 再次来亲近他们 亲近他们 不要等待两个星期后 不要等待两个星期后 蜜蜂是吗 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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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造那个窝 这样小 你不要等到它造了整个大窝 然后你要毁掉那个大窝 就会毁掉别的东西 所以一开始住窝的时候 就该把它出去 当你向神嵌惩 你可以关闭世界 你可以停止一切来呼求神 如果你不明白我说的 你真的是不懂 当你操练呢 来对神虔诚的话 你可以关闭外面的一切 来跟神联系 你可以关闭电视 关闭你的手机 没有人讲Amen 你可以关掉你的手机 当你跟神沟通的时候 不应该有电话进来 听到吗 对我说话 神给我们给神最主要的时间 给神最好的时间 所以要拨出时间给神 你要神给你最好的 可是你给神是最不好的 我再讲一次 你是谁 祈求神给你最好的 而你给祂的是次等的 所以这样你就不能成功 因为每一次呢 你这样的对待神 可是当你对神虔诚 祂是第一 祂是第一 祂总是第一 祂一定是第一 所以关闭生命的一切 给祂时间 这是要你拥有这能力 如果你不能够有这力量呢 你不能够对神虔诚 任何东西都可以关闭 当神需要的时候 祂要的时候 祂需要的时候 我们会在那边 我可以改变我的时间表 任何的 对任何的业会 要找回神 若说我承诺我一个人 我会跟他们讲 我不能够来 因为神有警惕的事 你可以帮我吗 我们可以安排迟一点吗 过几个月后才来 我们没有说不守承诺 可是我们让祂知道 我们的优先 所以当你还没有承诺认的事 记得 不要承诺认的事 你做不到的 我的生命神可以随时需要我 所以我很小心我所承诺的事 我不要因为人而得罪了神 听到吗 听到吗 所谓对神的虔诚 对神的虔诚 一备要祷告吗 吸取手 父神我们感谢祢 跟着 我把我生命献给祢 我要对祢虔诚 把这虔诚的心态放在我心中 使我们能够更亲近祢 把最好的开 神的灵 好让我心一直清净神的同在 今天早上洁净我 我要向祢为生 我跟祢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 我要寻求祢 直到寻找到 每一天 每个小时 我可以停止 把好的时间给祢 不是等祢求 不是等祢吩咐 我们要侍奉祢 跟随祢 活在祢的同在里 我的一生 我要居住在祢的殿中 祢所居住的地方 我要居住在祢殿中 祢的慈爱 恩典会跟随我 一生的跟随我 感谢祢主 释放我的自由 从人的义务得自由 好让我们全心的侍奉祢 奉耶稣的名 Amen 这是第一件你要成长的 有素质的人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 有素质的父亲或领袖 你要对神牵扯 因为是祂给我们这个任务 祂给我们圣命的道 第二 对神的话语要牵扯 每次你听到来到台前见证的 总是强调神的话的重要 在他们生命所发生的奇迹 都因神的话 因为他们相信神所说的话 他们呢 看待神的话 认真 那么行在神的话上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神的话也是这么重要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一切能够借着神的话 这就是我们的宪法 我们国家有宪法 圣经是我们的宪法 那么我们所做的 要依照神话语去做 一切能够亨通 若是马来西亚的政治的路 跟着宪法 因为他们没有跟着 他们反了 他们依照自己的来做 每一次这样做 没有人能够信任宪法 因为把我们除去 就是把我们放一边 可是我们跟着宪法做 做应该做的 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你知道 如果你们没有跟着宪法 不法的事就在发生 不再有律法 人们可以依照喜欢的去做 他们讲这宪法是给这个 明天他可以用别的 他可以讲他之前没有说过 我没有讲我不可以抓你 所以这些困乱就来到 可是神的话 就像我们的宪法 这是我们可以信任的 如果这是神说的 神就会做到 不会因为你是黑色肤色而改变 因为神不是看肤色的 神所兴起的是人类的 主类 听到吗 Amen 所以信靠神的话很重要 如果你信靠神的话 我也信靠神的话 你跟着神的话 我也跟着神的话 那个是很好的 如果我跟着我的情绪 也跟着你的情绪 那么麻烦就很多 你跟着你的愚蠢 我跟着我的无知 那么一定有问题 能阻止这些问题 在你生命阻止这些问题 回到神的坏 每一天我花五六个小时 在神的同在里 这是为了维持 当有研讨会要来到 我每一天花八个小时 进出神的同在 因为你做工八个小时 我也是在做工 听到吗 我的工作跟你的工作不一样 因为这是神呼召我做的 要呢 虔诚的祷告 我要恒心的祷告和 演读神的话 如果我参与呢 教会所发生的麻烦的问题呢 我就没有时间 做神要我做的 要有人知道这个道路 那个驾驶的人要懂 你驾驶的人不可以睡觉 其他的可以 那你驾驶还在睡觉呢 你可以 醒过来是在医院了 我的意思是在医院 躺在医院 所以驾驶的人不可以睡觉 那些坐的人可以睡觉 他跟你讲话讲话 他就睡去了 这是他们的工作 可是你要呢 跟着神的话 我们接受神的话 一切我们所做的 因为神的话 就是我们的根基 神要我们证实 我们要回到神的话以上 借着神的话和活 站在神的话以上 神也做一样的 神尊重祂的话 神尊重祂的话 他说了他会做到 所以要对神的话语谦诚 让我为你祷告 今天早晨 神我再次把生命献给你 从这刻开始 你的话语是主要 在我生命中是优先的 不是报纸 不是杂志 也不是电邮 我要直接得着你的话语 我不是看网站 而不是在看网站的事 我要进入灵界里 来触摸你话语的大能 主要除去这不好的习惯 自然的资讯可以在网站那边得着 可是若你要生命 若你要生命 你要那真实的 你需要来圣经里面 来远读神所说的话 让圣灵写圣经的圣灵 来对你说话 神借着圣灵呢 激励人说神的话 那么借着圣灵的感动说 来写着圣经 所以神能感动 可以明白神的话 奉耶稣的名 主啊我来委身你神的话 人不能够活着 但靠食物 来靠神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 你有问题的话 多少人面对问题 我们大多数都有问题 我有大个问题在我头上 有些时候我很好 有一些日子是挣扎 有些日子我要留下来 有些日子我要离开 不是容易的 在我这阶段呢 一直前进 你只是为你的生命 你面对的问题多少 一个生命 一个需要 若你有像我这样的 那么这个月呢 月底呢 会有950个人来 我在想这些来的人 他们必须听到神要说的话 我不可以讲废话 而浪费他们生命 这种的压力来到 是很大的 所以我不能够去到他们的国家 说讲道 可是他们来到这里 一样的压力 更多的人在回应神 我没有去 我有去更惨 两年了我没有出国 已经减少了 可是他们还是照样来 我们要把最好的给他们 若没有神的话 不能改变他们的生命 很多人在列国列邦来到这里 为了两件事 其中一个就是神的话 另一个就是圣灵 那么一切就可以和好 所以对神话语的牵扯很重要 对神说的话语认真 要演读 听 重复的看 若你依照神的话而活 你就能活得胜的生命 你从得胜的地位来活 你可以立上加力 因为神的话是最好的 神会尊重他的话 所以对神要虔诚 对神的话也要虔诚 第三 对神的家要虔诚 这是其中一个我们要突破的 我可以在家里敬拜神 这样的话 耶稣就不用建造教会 耶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阴间的能力不能胜过它 最大的能力是在我们所建立的 所以教会要越来越有能力 今年明年 在接下来两三年 我在计划五年的计划 我们教会有着计划的前进 使我们教会更刚强 能够达到五百个人 兴起更多的领袖 好让我们改变我们的社群 我祷告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 成为教会我们可以更上一层楼 那我们建立教会 使我们教会更上一层楼 它会使我们家庭更刚强 因为在神的家所发生的事也会在你家中发生 所以我们要成为不寻常的教会 使教会更刚强 若我们要这样做 那么你要对神的家劝诚 神的慈爱连勉会一生的跟随着我 我居住在神的殿中 有一些祝福不会领到你 除非你尊荣神的家 因为这家会不是我的家 是神的家 神居住在这里 神居住在这里 我们心中要确实 我们要来参加聚会 有些人很困乱 我没有制造这困乱 我们现在有两种的周末假期 我们持续有星期日的祖旨崇拜 有些人不能来祖旨崇拜 他们要找其他的方法 有些人因为不能来礼拜 所以离开我们教会 我觉得很抱歉 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 总是有一些日子我们办不到 可是我们要做出调整 那么他们要离开 我也不能阻止他们 唯一不能够离开的是我 唯一不能离开的就是我 因为这是我与神一起建立的家 但当你有这种的困乱 你有工作 你星期日要做工 那么就在星期日做工 若你不可以找到另一份工 若你需要做工 那么星期三参加小组 使自己更刚强 这是我们生命的需要 我们要学习好好处理 当我们好好地建立 我们认为所失去的 因为不能来星期日 可以借着其他的 这礼拜没有什么改变 就是有些来星期日的 也没有得着祝福 若是他们心不敞开的话 所以不是什么日子 神可以恢复给你 我们也尽力了 能够使每一个人来到 若我们要有另一个聚会 那我不可能去主办这聚会 可能其他的牧者们可以 我没有那个力气来做 因为我所开始的任何一件 最后是我要自己去做 我身体的状况 这样做是不对 所以很重要 可是我们要对神的家谦诚 我们把最好的给神 星期日早上 星期三 或者是星期四的小组 拜五的 不管是哪一天你小组 你要把它放优先 要有的贡献 做出 牺牲 使教会更刚强 因为人数也要增加 所以我们得着一切 我们需要的技术 若我们有五百个会友 那么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恩典 有更多的玩业器的 更多招待员 我们的人力就会增加 那可以影响城市会更大 因为大家在星期日相聚的时候 用尽心的去推动 那么来够推动到城市的是更大的 当我们有两百个 两百人的力量 当你有五百人的 那在灵里的力量 就会倍增 听到吗 听到吗 当我们的力量 聆聚在一起 就是大有能力的 那我们有两百个会友 能够做到这些 如果是倍增的话 可以在灵的层面里突破 那么一致神奇奇事会发生 要对神的家 伟生 不要有隔开 使神的家更刚强 听到吗 有些人呢 开始在他们领域里参与呢 他们就忘记神的家 你要找出时间 在星期日 我们可以尽心尽力的推动 不只是 音乐团队 敬拜团队 那么有时候 妈妈让我看到 那些敬拜团队 所写下来的简讯 我看到他们一种的思想模式 有时呢 很负面的 因为很多的人 那么对他们来讲 星期日是一种的责任 我不能够来练习 我不能够做这个 其中一个重要的事 就是要看超越 神不只给我们一个位置 祂也给我们这个机会 你可以把神的同在带下来 来帮助会众 不是你可以来还是不可以来 因为我看到 我们会有的那个思想模式 有时候他们把星期六的练习 当得不重要 若是不重要的 我们就不必做 我们知道我们会有问题 当我们要服侍这神的家 我们就要刚强 你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要胜过超越它 只有这样你还可以祝福 你在泥堆里面 你不可以成为祝福 若你还在沉下去 你将成为祝福 你沉下去 你将兴起来帮助人的 若你的世界是自由的 听到吗 我们要制造空间给自己 若是你总是有麻烦的话 那就会很困难 你应该是在神的家中的 做一些事 而你自己没有空闲的时间 那件事就做不到 我不是要宗教士 而是要真正的去想一下 若你对神 你就要找方法 耶稣对耶汉和雅各说 来跟随我 他们就离开他们的网 离开他们的船 离开他们的父母 离开他们所做的生意 他们就来跟随耶稣 没有改变 没有更低的标准 只有一个标准 只有一个呼召 同样的耶稣呼召他们 也是呼召你和我 我们要制造空间 你知道让我来 星期日来到这里 我要六点四十五分起来 因为我的动作慢了 要使自己一倍好 我也需要牺牲 你不可以告诉我 我忙 你说你忙 就是你把其他的事放优先 不要有这种坏习惯 不要有这种坏习惯 若你要服侍神 要使自己自由 你不能够一直在挣扎 跟着神 跟着神 又跟着工作 不应该有挣扎 没有其他的挑战 来挑战我的爱 我对神的爱 其他的都会失败 没有人能够争 这个爱 我给神的爱 没有人能够多去 不是我的妻子和孩子们 因为这是很特别的 我跟神的关系 可以明白吗 不要你的爱 是这样的自由的 哪一天你感觉你爱神 就来毁生生 哪一天不感觉就不要 我不要你这种思想模式 认为你可以进又出 跟神的关系 在旧约 当祭司和立位 拿着工作 只有神能够保护他们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们犯错误的话 就会死去 可是神呼召我们来 侍奉他 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一点 我们很重要 要知道这件事 没有我们就会很舒服 在神的家唱歌 来敬拜他 来玩乐器 来唱歌 是神给我们的荣幸 虽然神爱全世界的人 他没有给每一个人 同样的优待 所以敬拜团队 所以要振作起来 所以他拯救世人 可是他给祭司和立位 他们有这个身份 更亲近神 为什么神看待他们不一样呢 因为神呼召他们 谐选他们 那么告诉他们要负责任 当他们不负责任的时候 在大卫的时代 神的夜会不能够进到神的店 他们抬那个夜会 好像负利斯人 用那个牛呢 来抬这个夜会 所以因为他没有用人来钢 所以呢 审判来到神的家 在杰格拉雅的时代 还有哈盖的时代 他们建造自己的屋子 可是让神的家荒废 所以是时候我们要建造神的家 两三个同意 在使我 死亡 我们要手扶着你 不向后看 不要选择错的道路 因为你这样的忙碌 你不能够侍奉神 那么你就尝试 不要这样忙碌 能够时间侍奉神 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 神给我们的呼召 我希望你向神所承诺的 你要守着 因为神的家是重要的地方 若是更大的事在神的家发生 就会流露到你家去 所以我们星期日相聚在这里 那么一起呢 我们可以触摸到更好的 有没有听到 把触摸到最好的 把它带下来 那么每一个人可以带回家 你不要这样吗 你不要这样做吗 不是这样呢 没有力的 可是全心的 没有每一个人都可以 给借口讲忙 我也很忙 有机会我也要去外面 因为外面的人也需要帮助 我不需要每一个礼拜在这里 我可以去触摸别人的生命 所以我们一起来建立 一起来建立神的家 第四点 你要呢 对你的家庭委身 意思是夫妻 你在你的节色上要做好 做最好的丈夫 做最好的太太 那么教导孩子们懂得分辨 成为好男人 成为好儿女 讲得懂得尊敬父母 父母也要训练儿女 训练孩子应该行的路 好让我们所做的 可以传递给他们 我真的要看到新一代的 信起来 在将来的五年 如果是神给我们呢 刚强的夫妻 那夫妻刚强的团队 我们可以建立很好的家庭 我们必须兴起第二代的领袖 还有建立家庭 所以你要对你自己的家庭的委身 第一重要的责任 就是对你的家庭 要确保我们家庭都是刚强的 做伤福的刚强 做妻子的也刚强 孩子们好 财务都好 你的健康良好 这样你的家庭可以分别为胜 做更大的事 可是你要确保这方面都做得好 丈夫好 妻子也好 孩子们也好 有好的资源 财务也好 所以要能够尽力的存钱 也去备争你的钱 我知道有很多方法去做 你可以有很多方面呢 去备争你的钱 卖纳斯罗马 野浆饭 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去做 如果你需要赚更多的钱 你可以去做 可是你在神里面所立的优先呢 不要有起冲突 不要在你做的事上 迷失了自己 如果你已经跟神承诺了 所以你就要找时间 去完成你所承诺的 你不可以把你的需要呢 放在神之上 神要教导你怎样呢 供应自己的需要 每一个家庭呢 供应自己的需要不一样 有些家庭夫妻都做工 有些家庭是丈夫做工而已 那么太太照顾孩子 不管你的主乘是怎样 是为了这个原因 因为你对神家的责任 一定要得着供应 那么我们的未来就会更少的麻烦 听到吗 所以因为有一些父母呢 不能够支付孩子的费用 所以我们也叫他的妈妈来参与 在学校里来参与帮忙 因为你在学校参与工作的话 你就有特别优待 我们需要做这样 因为你是教会的会友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尽力地要帮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国家的问题 我们的麻痹贬质 所以在孩子的学生 非常很多的压力 因为他们所读的被影响 若是父母不能够有足够的 负责学费 那么会有问题 所以作为夫妻的 还有作为跟孩子的 一起的计划 因为我们不能帮 每一个人解决问题 所以你要对你的家庭 会设很重要 第五点 所以David给你这些奖章的时候 有七个要点 可是我要讲到第五点 第四是 维生我们的家庭 那么第五呢 要以此为生 对神的子民为生 所以你要参与呢 也要分享你的恩赐 多少人要知道 大卫呢 在他生命上呢 最大的能力 没有了要知道 大卫身上最大的能力的钥匙是什么 你要知道吗 为什么呢 神看大卫呢 是珍贵的 就是你怎样赢得神的心 你做一些事呢 会使神呢 特别喜悦你 使你信起来 就是你要对神的子民为生 若你找各种方法呢 各种机会来 服侍神的子民 你一定得着神的祝福 所以大卫知道 神为了他的子民呢 高取他 为什么神信起摩西 是为了要救赎他的子民 为什么神信起耶稣亚 是为了神的子民 赢得这些土地 为什么神信起耶稣 因为耶稣会拯救神的子民 从罪中拯救出来 神信起一个领袖 当他们在服侍神的子民 有些人用他们领袖的位置 来操控人 神会把你挪开 所以神给你那神的子民 若你侍奉 服侍神的子民 依照神给你的恩典 才干恩赐去 服侍他们 神的眼目观看你 所以我能够亨通 所以神保护我的生命 所以我的需要 根本不用祈求神 因为你服侍神的子民 他们的神 也是你的神 会尊重你 神爱祂的子民超过一切 所以人们问我 什么领袖们信起来的秘诀是什么 神信起尼西米到最高的地位 好像以斯帖王后 你看圣经里面神所信起的 主人 就是那些领袖呢 总是释放他子民得自由的 他信起彼得 雅各 雅各 耶汉 可是这三个人呢 他的脑里只想着犹太人 他们每次想的是犹太人 所以腓立去到撒玛利亚 一半的犹太人 那么神呼召他去各离留的家 完全是外邦人 神要信起你 当祂看到你的心 是要祝福祂的子民 这个原因 你的领导力会被承认 因为你侍奉神 也服侍祂的子民 你尽一切的力量去祝福他们 你要看到他们得祝福 在你的小组为他们祷告 来帮助他们 为他们发一言 做一切你能的 若你尽你所能的 使到神的子民刚强 你会捕捉到神关注你 若你的心定义 要祝福神的子民 尽你最好的 那你是神专注的人 成为未来的领袖 听到吗 听到吗 我们要很清楚 是这样我们的赢得神的心 那么向神倩诚 对神的话语倩诚 那么对神的家 你身 在这看得到的家 很重要 这好像引擎的房间 所以星期日不是随随便便的 星期日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能够推动 那个力气 能够供应各地的需求 所以星期日不能够随便 不能告诉我来这里 选择 还在选择要来不来 不可以这样做 你被呼召这任务 所以我们叫万国圣殿 甚至那个注册部 不要写 他告诉我们不要写万国 他说你没有万国的人在这里 我们需要跟他解释 给他们想某些日子 那些来到这里的人 从世界来的人 最后 最后我们得到这个名字 因为他不相信在马国 可以万国的人来 可以发生 再次发生 听到吗 所以你记得 神 祂的话语 祂的家 你的家 你的家庭 还有神的子民 那么第七就是 要委身于你的牧者们 若是我还有三十年 我要传递的 我要给的 我不能够给 愚蠢的人 那么把我所有的 给愚蠢的人 我将失去一切 我五年的计划 我要确保有 一百个刚强的人 不只是会开玩笑的而已 还是讲故事的 而是要兴起那些人 可以举取手 懂得如何祷告 如何懂得在灵界里发言 这些人可以使事情发生 因为从现在到五年 世界会改变的 好像我这样带着大本圣经 他是过时了 他们只拿手机就够了 他的手机就要整个办公室 我在电脑看很难看 我需要把它印出来 你可以看着电脑读 我看不了 我要把它印出来 可以带在任何地方去 我不被这个电脑绑着 我可以在我空的时候读 我还有是有科技 可是跟你的不一样 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很重要 帮你把整个生命给神 来服侍神的子民 你会捕捉到神的关注 而且我所讲的 你可以明白 我要给你这句话 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被神考验 现在每一个人都被神考验 五年我经过的 对我来讲是神的考验 不是神要考验我 我对自己更加有自信 我可以做的和不可以做的 那些东西我看为珍贵的 那些东西不珍贵的 在这五年 有很多机会死去 可是这些机会都给我散除掉 因为我要继续地活下去 不只为自己活 为别人而要继续前进地活 你要赢得神的心 赢得神的关注 若神的眼关注你的话 你一定亨通 就是没有雨的话 你还是会亨通 就是没有材料的话 你还是可以亨通 因为神不要你做失败者 因为祂从来没有造一个失败者 这是我们的考验 侍奉神 服侍祂的子民 确保你家庭是刚强的 也确保你的财务是强的 全家人都好 但这十一十二月还没有过去之前 我要让你明白这五年的计划 这五年的计划将推动着我 和我们一起的同工 要看到我们能够更好地改变麻坡城市 那么基督波是好 一天已经过去 可是麻坡是我们的领域 怎样改变这麻坡城市 去读《使徒行传》第二章 我跟你讲的不只是下个礼拜 再下一个礼拜 22号 22号11月 就是那个星期当外国人还没有来的时候 我要释放这话 好让列国来的人呢 能够滋嫩它 我要在灵里面呢 来说 宣告这些话 当他们在这里的时候呢 他们会呼求神的灵与圣灵降下 那么开始的搅灌这些种子 你要改变马来西亚 我们从麻坡开始 做那些我们必须做的事 使我们的教会刚强 不只保护我们自己的人 也使他们能够哄通 使他们能够前进 我确定 只要我还有气息 只要你忠心到底 我们要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越过去 进入了神给你的产业 来得着 好 请站立 让我来讨论 父神我感谢你 感谢你的 感谢你圣灵的大能的恩典 临到我们 使我们的心信起来 我对每一个人的灵 说信心的话 新的力量要来到你心中 新的释放来到你里 你要突破一切的限制 奉耶稣 一切限制被攻破 一切的惧怕被攻破 一切敌人的谎言被攻破 不要再活在 要得自放 得自由 前进 奉耶稣的名 不要投诉你的过去 不要埋怨你的过去 不要惊怕你的过去 不要让你的过去来影响你 因为你看到过去看到魔鬼的手在控制你 你看魔鬼怎样的 你看到现在神的恩典 在你心中所做的 你要知道是神在你心中开始的上功 祂会完成 仰慕祂 祂在你心中动功 眼睛未曾看到 耳朵未先听过 心中未曾看过的 神要让你经历 所以有些人被控榜了 是因为一直看着过去的失败 过去所发生的事 可是告诉你 魔鬼撒旦不能够再控制你的生命 不要再往后看 看着你的心 你的心是诚实的 你的思维是诚实的 你要向他话语坚承 向神的家伟生 向你的家庭伟生 完全对神的子民伟生 所以要看自己这样 不要让过去控榜你 现在你是你的开始 神在你心中所做永恒的事 你可以看到未来 你的未来不是过去的 你的未来是全新的 神在你心中所建的未来 在你灵里 就是你的未来 奉耶稣的名 通榜一切魔鬼撒旦的势力 通榜一切魔鬼撒旦 在思维上的挟制 甚至害怕缺乏 害怕你的财物 在害怕要做什么 有些人在浪费时间 焦虑不必要的事 把你的家搞好 把你的心意搞好 你现在不能拥有一切 你可以拥有一两件 你愿意放下现在的以后 你就拥有 所以不要有自我 不要有自我的欲望 因为你现在不能拥有一切 可能一两件事 可以学习牺牲 有些人可以每一碗出去吃 你不能因为你没有这金钱 有些人可以六个月换手机 可是你不能 这不重要 这不能改变你这个人 你没有同样的汽车 不代表你是贫穷的 你在你的信心上要丰盛 每人的屋子比你大不重要 因为神在你这边 祂可以使你的未来改变 现在你没有的未来会来到 可是不要出卖神 为了三十两银子 我怎样出卖神 就是出卖神来供给自己的需求 我们可以强迫祂供应我们的需求 我们所要的 可是神要你得自由 不要为了神出卖那三十两银子 我知道生命跟金钱都是有关系 到最后就是讲到钱 我们一定要胜过金钱 我们要毁掉黑暗的势力 我们要毁坏这黑暗的势力 我们要刚强 我们要在一起 好让我们未来是美好的 所以我们一辈子这将来的五年 这丰盛的五年 这超自然的五年 我们的生命将不再一样 所以当我们生命还没有改变的时候 先改变我们的心 祷告神给你新的心 祷告神给你新心 祷告神更新你的思维 好让你得着神给你的资源 举起手 父神我感谢你 我们前面的五年将是特别恩典的五年 你的政权 你的平安要增加 各方面的增加 你是增加的神 倍增我们拥有的 我们把我们拥有的放在你手中 主啊为你的国度倍增它 让我们成为神手中重用的器皿 来触摸麻婆 触摸城市 这一个星期蒙福 这一星期蒙福 奉耶稣的名 得着一些属天的属服 让它为你打开 关闭的门要打开 不可能的事要发生 不能发生的要发生 因为我们信靠你 我们宣告你的名 我们宣告你的话 奉耶稣的名 让祂成就 让你的话已成就在我们身上 依照你的话已成就 圣灵倾倒在我们身上 我们生命所发生的 依照你的旨意 依照你所说的话 让我们来对抗敌人 那么举手 来为马来西亚祷告 奉耶稣的名 一切邪恶的事要被绑绑 这两个不能够站立 我相信神对我信说 就好像一月节 那些头生的要被毁掉 我奉耶稣的名 祷告 你的下一代不再持续 他们不再持续法老的制度 我们斩断这种子 奉耶稣的名 我们斩断这种子 另一个兴起来的 不是他被选的 乃是你的灵药降到他身上 除掉这接邦人 魔鬼在我们的国家 没有接邦人 这是完了 这是完了 让魔鬼的势力被攻破 下一个兴起来的 掌权的 将除去这些腐败的 奉耶稣的名 这种子 被除去 接邦人被除去 不再有邪恶的来继续 不再有邪恶的来继续 奉耶稣的名 邪恶的不再持续 将有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马来西亚民族 新的国家 新的人 感谢你 让他成就 让他成就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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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you give him praise 赞美神 Hallelujah That's what I wanted to say The hall 这是我要讲的 在礼堂里 神没有让我讲 可是我相信 你需要听到 不再有持续 你现在看到的马和马车 不再看到 听到吗 这有很多的意思 就是邪恶的不再持续 不管谁掌权 神已经给了我们的顶点 所以心中要喜乐 这些夜 你所看到发生的事 不能够再持续了 因为他们所放的那些法律 使到自己都不能够动 你看啊 等到从上天来的 神会使邪恶的人 自己跌到网罗里 那么为自己挖的康 他们自己跌在里面 Amen 所以要虔诚 完全地摆上给神 好了 我们这个礼拜 有美好的一个礼拜 要继续为爸爸祷告 有时候很困难 我所经历的 我所做的很困难 你呢 只要我能够讲到 你就开心了 爸爸现在可以讲到啦 应该是很好 超过这一切 每一天都有挣扎 若是哪一天我的思维不强的话 我就感到很取善 我没有那个体力 有一点困难 若每一天能够花五分钟祷告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在睡前也为爸爸祷告 将会帮到我 Amen 我希望你在各自的生命 也要